在关注公庙旅游团传播链从社区烧进医院 而台南盐水河新营区进行扩大筛检 原因是9号公布确诊钥匙足迹很多 光是3月5号他到过的玉米迷宫 就紧急匡列了400多人 而且还惊传台南市长黄伟哲 同一天也来到现场引起紧张 不过幸好市长是上午参加开幕典礼 而确诊钥匙比他晚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现场 两人足迹不算重叠 盐水卫生所涌现人潮 疫情烧进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没人敢大意 全因确诊钥匙确诊前足迹多 不只民众小心谨慎快筛检验 台南市府也绷紧神经 因为当中这个场域玉米迷宫 就传出确诊钥匙和市长黄伟哲都曾到过 站在玉米田里开心比赞 黄伟哲5号一早来参加开幕典礼 回推时间在早上10点50分待20分钟 再看确诊钥匙则在接近12点半才来到现场 虽然曾到过同场所但黄伟哲前脚走 确诊钥匙后脚才来 疫情以后刚好错开 索性指示续进一场 台南9号新增两例个案 分别是医院钥匙和钥匙助理 标准是气发现 钥匙曾与来附近的确诊个案 走同个楼梯到底下二楼 疑似因此染疫 虽然研判是同个传播链 但还是得靠基因定序才能下最后定论 没结果前防堵疫情才是爽爽策 接下来台南综合报道